各位好 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进阶程式设计 那我们主要的是以Python为主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这个 模组跟套件的部分 那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经常会用到韩式 那韩式用多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可以在别的地方也被使用到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形成这个模组跟套件的形式 来方便日后的使用 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个这个 SYS的这个套件 那这是标准韩式库里面提供的 那它的主要用意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就是当我们在Combin 9 就是文字界面下的这个操作界面的话 那我们在打完指令 比如说像这边 我们打Python3 是去执行Python的一个组程式 然后这是我们写的程式码 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是在打这个程式码的部分 然后后面要接参数 然后让它执行就可以得到结果的话 那我们可以接在后面 那你要取得这个 程式档后面的这些参数的资料呢 你必须要靠SYS这个套件 里面的一些程式来做 这个Python里面 SYS它有一个 argument 它的那个list 那它看你这边会有多少 它就把它抓进来 然后放在一个 这个list里面 那这个名字呢是 这个SYS套件里面定义好的 所以你只要 然后 Import Sys 然后后面有这个参数的话 它会放到 argv 这个list里面 然后你可以把资料印出来 好 举例来讲 我们在这边Import Sys 对 然后呢先把它的资料印出来看看 然后我们把每一个元件 列出来看看 所以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是它的输出结果 在第一个 这个list的第0个位置 在最前面的这个呢 它是程式档的档名 再来后面就是它的参数 你有多少个这个list 就往后延伸 所以它会把资料列出来 好 那这个作用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简单的范例 假设我们要 让使用者输入一个数字 然后来看看它的这个 位数 它有几位数 所以我们输入一个字串 然后呢 我们要递回的方式 我们这边是一个韩式 假设我们把名字叫GetNumberDigit 就是一个数字里面有多少个位数 然后呢 它如果大为等于0的话 它就 而且是小于10 那我们就回传1 或者的话呢 我们就是1加Get 好 就韩式呼叫呼叫自己 然后每次呢 都把自己 除以10取商 拿出来 好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每次减一位数的方式来做 好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做法 好 然后呢 我们 这边呢 是使用者输入的这个提示讯息 然后输入完之后 因为Input呢 它是Stream 所以就转换成整数 之后 放到VL里面 好 那我们在Print出来的时候 我们去呼叫这个 遗回的这个韩式 然后呼叫就把结果输出 在这样的程式 各位会发现它其实是在 执行的时候才输入资料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程式执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输入数字 然后它输出结果是Python 它的执行结果为8 好 那我们在这边呢 假设 好用这个指令的方式 好在文字界面底下 什么叫文字界面 就像这个 底下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什么 这个文字输入的部分 Command 9 好假设我们在这边打 好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版本呢 是3.8 好 那我们打Python 然后这个档名 demo 1.py 好 那各位在这个文字界面底下输入 指令或档名的时候呢 有时候会打很多 那各位可以善用键盘上的TAB键 TAB键 它可以自动帮你补齐 好 那end之后 它这样还是可以执行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VSCORE里面 它一个很方便的按钮按下去 可以执行 像这个右上角 这个绿色的按下去可以执行 那其实在更多时候 我们会是在 这个终端机界面底下 打指令 OK 好 所以从这边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计算得到 他的这个位数 好 那我们刚好讲说 Import 怎么样去改 然后让使用者可以 可以在打档名后面就是输入 比如说 我要的是 在打什么 python 然后demo one.py 后面 好 我在这边就key完 然后结果就直接告诉我8就好了 我要达到这个目的 那我要怎么做呢 从这个程式的话 我们呢 只要 在最上方 然后打上什么 import SYS SYS 好 那import 就是从外界引入一些套间 好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韩式不用动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掉 好 这样就可以把它注解掉了 因为用不到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使用者输入 但是这个值是从哪里来 这个值就是我们刚刚讲的SYS点什么ARGB 这个 然后第几个呢 我们刚刚讲第0个是属于党名 城市党党名 那城市党名后面跟的 就是1 就是这个数字 但是呢 他进来一样还是当字串用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转换成整数 int 就是你先把这个参数呢 转换成int 之后再丢 丢给这个get number digits 这样子 好 这时候controlls就可以了 这时候你按这个会出错 因为他没有参数可以给 我没有参数可以去给 所以这时候你应该 如果你是用SYS的话 他的argument 你要用的话必须要在这边打 好 就是python 然后呢 城市党名 然后把参数打在这里 ok 他就直接告诉你是9 好 那我们也可以来测试一下假设 好 我们把sys点 argb 我把他印出来看看 好 我打了很多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个list 那在list里面的第0个位置的资料呢 就是城市党的党名 这样子 以此类推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sys 然后呢去引用套件的方式 那这个套件呢各位可以发现 其实很多已经是人家开发好的 那也加快了很多这个软体的开发 好 接下来呢 好这个各位可以看这个是范例的 好 我们是要取得Face速列 那Face速列我们要取得的话 好就是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好 网路上 针对Face速列的介绍 Face速列就是 F0是0 F1是1 然后这两个定义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往后0 1 1 2 3 5 这样子一只类推 ok 所以他就是这两个相加 变成他 这两个相加就变成他 一只类推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如果是要这样子的目的的话 我们城市上面 来看一下 刚刚的那个范例城市有点错误 这边第0个位置应该是0 按照这个定义来讲的话 第0个位置是0 第1个位置是1 我们来看一下修正一下 这个应该是 第0个位置是0 第1个位置是1 第2个位置也是1 然后呢 2 3 这也是5 好 这是8 那我们一样会用到SYS 对不对 所以IMPORT SYS 再来呢 define def get fibor get 好 好 然后输入X 那我们用递回的方式来写的话 if x 等于等于0 我们刚刚说是0的话是吗 return0对不对 如果什么X等于等于1的话 return什么 0 啊 如果不是上面的话呢 我们就是return 好 get fibonacci 括号X-2 去加上什么 get fibonacci 括号X-1 这样子 好 那我们程式的部分呢 好 这个IMPORT有了 递回也有了 接下来就使用者输入的部分 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好 我们现在要输入的部分呢是写在程式码 好就是指这个程式檔的后面给参数 好 用argument的方式来给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做呢 好 我们在这边就是X 好 比如说我们input的是VL 等于什么 int 把谁转换掉 好 sys.argument argv 中国号1 对不对 好 然后把它转换成int之后呢 我们就print print什么 getfibonacci 括号把VL丢进去 我们就可以得到结果了 一样的我们透过中段机界面来执行 哦 我们这一次执行的呢是 demo2 然后我们后面给参数 比如说 我们给0的话 他会传0 给1的话会多少 好 这边没有改到啊 这边是1 ok 给1的话会得到1给2的话应该会得到0加1还是1 3的话是多少 1加1会得到2 4的话是3加2好所以得到5 4的话是2加1 2加1 好 好 那如果是5的话呢 5的话就是3加2 所以得到5 好 所以从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说 好 我们要的结果 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呢 来达到 好 所以这就是什么 sys的方式 好 然后引用套件 然后去取得 好在这个 我们执行程式的程式档后面的参数 好来做运算 然后把结果输出 好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模组 模组就是说你把很多的这个韩式呢 好像这样是一个韩式 好那你把很多韩式写在同一个档 好那在大型系统开发里面我们通常会把这个功能类似或者是这个有整体性的这个韩式呢把它放在一起 那变成是一个档案 那这样子的好处是说我可以把它集结起来 那日后要应用的时候我只要把这个 呃 档案呢 input的进来 就像我们刚刚在inputsys一样 所以把它集结起来之后这个就变成是一个模组 然后你模组 把它这个纳进来之后 像这边 他有提到就是他就像一个呃 呃程式码 code的一个library 图书馆 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去呼叫他 直接使用他 那你就不用每次都重写 因为程式码基本上都长一样 那你每次都要重写就很麻烦 所以你可以把它集结起来变成一个档 然后呢去引用他 那么来看一下怎么去使用 好那假设呢我写一个韩式 好有个档案啊 我叫做mymodule 这是我定义的一个模组 然后呢我做什么事情 我就是在这里面 写了几个韩式 好那我们写两个当范例 一个是get fibonacci 那另外一个呢是get 他的这个number digit 这两个都写在这个档案里面 好那我今天要使用他的话怎么去使用呢 好那我们就结合sys跟这个input 我们刚刚自己写的韩式来看看 这样子要怎么去做 比如说我们demo3.py 好那我们就import sys 那另外一个呢是import什么 我们刚刚写的mymodule 好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因为我们把这个mymodule是写在同一个目录底下好 所以就不需要入境那些设定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使用者输入 那我们希望使用者输入的时候是 像我们刚刚sys的方式是在 程式档的程式名字后面接参数 所以我们就要去做这个取得参数对不对 但是呢我想要做的事情是比如说 然后demo3.py 后面我再加一个参数 比如说我-f是取得费伯纳西数列 里面的元素 那比如说-d的话 或是-n呢 -n是取得 我后面有一个参数 那这个参数233 23456 那我就可以去算他有多少位置 有多少个digit 数字的这个位数有几位 -f 然后给5的话 就取得费伯纳西数列元素第五个 他的值是什么 那demo3的部分 我就先判断一下if if什么 sys.argv 中括号 中括号 1 他的值呢 有没有等于等于什么 f -f 如果有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去get 好 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 vl 他就等于什么int 括号 sys.argument 然后呢 第二个位置 然后呢 第二个位置 把它参加成整数 之后呢 print 然后我们就去呼叫谁 呼叫我们的那个get vibonacci 对 然后把什么 把这个vl丢给他 他就可以输入 然后呢印出来 否则的话呢 我们判断一下sys. 点 中国号1 他如果等于等于什么 -n的话 那vl等于什么 input 括号sys.arg2 转化成整数之后呢 我们一样印出来是用什么 mymodule里面的 好的哪一个函式 这个函式 然后呢 把vl丢给他 这样就可以了 这边应该是要 alsif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f 好 那我们先来执行看看 好 那我们是-f 然后5 得到答案是5 那如果我们把它改成0的话 得到结果是0 1的话得到11 2的话得到1 3得到2 4得到3 再就是5 好 所以这样ok 没问题 再来我们看n的话 好 好 好 那他回船的 结果变成这样子 哦 这样对吗 当然不对 好 他出现了123 4 6 7 8 9 那这边是哪里出错 我们来看一下mymodule没有写错 这边打错 这边打错 这边不是int 这边应该是什么 这边应该是int 不是input 这个 刚刚的bug 没有注意到 好 重新再执行一次 答案是9 对不对 好 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出来 我们直接就可以呼叫他 好 那在使用模组的时候 还有一个 像这个名字假设很长的话 那名字为什么要定义 有的人会定义很长 因为他要明确说明 让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个模组在做什么 所以有时候他名字会很长 那为了要避免这个名字太长 在程式码看起来不容易阅读 所以我们可以 加一个20 给他一个假名 然后 好 随便给了 假设我们给他mm mm代表是mymodule的意思 好 那我们这边就改成用mm就可以了 好 那这边一样我们就用mm mm就会等于是mymodule的意思 就是一个代称一个假名 ok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这样还是可以执行对不对 这样是可以执行 所以呢在module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什么这个 import的方式就可以把模组套用进来 然后呢后面给他给他名字 那 sys这个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在 中东机界面的时候去取得 你的程式码的这个档案 后面的参数把它抓进来之后做相对应的处理 ok以上 模组的介绍提供给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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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